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还有阿神秘人的阿芬 上周讲到僵士 周根胜师傅问我 你信不信有僵士 其中两集我讲过 看过一些古书 讲僵士有很多种不同的东西 其实不只是一种 僵士吸血 其实不是的 有很多种 很久以前的古书都有写的 有僵士 有些书写出来的 我问神秘人阿芬 她问她在长洲有鬼故 她说长洲有鬼故 她说了一个故事 挺恐怖的 亲身经历 你自己有份 话说你做女儿的时候 十多岁的 十多岁的 有个儿子吸血 那当然是有的 我问这些 我刚才问你 究竟有些人说冬头 冬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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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时 十多岁的 十多年前 那时候是度假屋 那时候一向都是度假屋 你小时也是度假屋 对 红衣女鬼那段时间 还未发生当中 已经是度假屋 冬堤 不是很猛鬼 冬堤 那里有个墳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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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是以前的 很多垃圾 都是墳化路可以烧的 基本上那年代以前 人们 割了柴柴或鱼仔 都是高烧 就会不觉不觉地放在那里 这些省钱 有很多真的在这里 死了 很多在这里烧 那里有烧 那里有蛮鬼 是的 如果你租冬堤 不是前面恐怖 而是后面那座墓 我每次租后面 我那是最恐怖的 我还没住过 我见过波古 那些 哪会出事 你来怎么会出事 我还没有经历 在这样里住 小的时候去 其实我很好提议 你试试去西远 我不会 西湾那边 有个人在申开 很刺激的西远 我們小時候去大嶼山租 我們開貝奧和貝奧 貝奧也是很恐怖的 貝奧也是很多 貝奧也是很恐怖的 長洲你小時候有一件事 就好像被殭屍上身 是的 跟朋友一起 十多人去租住家玩 吃哪個卡拉OK 又是波浪 租住家已經是開門 裡面的房間是開不了鎖的 三房那些人是嗎 兩房廳 多少人 我想我們一群瘋子有十多人在裡面 很開心 你兒子有沒有去 沒有說是兒子 那時候每個都是兒子 現在你圍了一堆都是喝酒的 明白了 半夜開始十一二時 有個女生突然間僵硬了 她整個人硬硬 多數都是男性硬 整個身硬 手腳硬 然後手提高九十度角 就是這樣 對 手指直到基本上 幾個人扔下去都不會落下 腳呢 腳好像離地一樣跳跳跳跳跳 站著轉地跳 她是否笑了 混蛋 她是真的笑的 然後不對勁 她的樣子真凌 變得她的樣子很凶 我們幾個不對勁 因為那個年代好像玩茅山那些年輕人 每個人都在玩 每個人扔下去 每個人扔地 我再問一點 可能你覺得不關事 就覺得關事 那個女生正不正 敏心嗎 可以的 可以的 因為怎樣這樣問呢 通常有些醜的引人注意 每個人都跳跳 美的全都給孩子記錄 我自己也沒有人來 慘 扮僵屍 等人關心 可以的 有人喜歡 然後就跳一下 面目真凌 面目真凌 知道不對勁 整班都控制她 我們打算衝出門口 誰知原來她外面門口 有手指甲刮鐵閘聲 玻璃聲 不明白 接著有鐵閘聲 會感覺很長指甲 一直在刮 即是像拍戲那些 對 刮鐵閘聲 地下隔的地方 地下隔的地方 通常有些落地玻璃 有些道教 因為原先那裡是店舖 它放了一些舊式的鐵閘 拉著鐵閘 我們後面有一個木櫃 鐵閘拉起來 所以刮鐵閘很大聲 對 只有氣窗玻璃 又刮到 外面又有鐵鏈聲 很多時候我們想衝不住 就在房間裡 終於玩到5時開始天干了 九秒鐘一群走人 那個女生整晚都在跳 對 假裝幾個小時真的受不了 真的受不了 她就斷下停下 接著呢 接著小孩子在哪裡認識 玩完走人 關於鬼線 你剛才說認識茅山的人呢 那些是自己小時候見人玩 好像那個年代有很多人 寫符 又說學茅山 又說學徒家 很多人說自己會學 又說玩跌仙 那後來怎樣 後來就不記得了 不料了之就算了 整件事不料了之 那女生完全沒事 那女生沒有 第二天我們就出來又玩過 你記得那個女生 因為她當時上身的時候 最後你聽到鐵鏈聲 很實在 實在 我都聽到 全不聽到 那也沒有你這件事 天干就走人 那屋究竟是甚麼背景 那屋的背景 檢查之前原來是車墓碑 而且本身有很多骨骼 有時有料有和無料都會在 車墓碑就是雲石的寫字 以前是那些倉 後來才知道以後不租 玩別的 那上一集師傅說過有一次 薑絲究竟是甚麼 其實那次自己捉他那時 以為當作是一隻鬼 那個時子是甚麼人 時子 那個時子是我爸爸 然後呢 你爸爸是否喝大了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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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捉了他之後 自己一放鬆 把我身放鬆的時候 就跳了 在地上跳 雙手就深開這樣 這樣去跳 雙手是自己不說的 放棄自己的事 不斷跳 後來自我發現 糟糕 捉了一個殭屍 不是了 一定要請最高的 那些折迫最高的神 幫忙 幫忙 平時不是請 即是你有沒有分 平時請哪個級數的神 也有 也有 平時不會請最高級的 不會 如果根據最高級是甚麼 會加起來 會加起來 那下來怎樣捉到殭屍 或者你爸爸為何會惹到殭屍 可能是那一個地方的問題 在田門某一個地方的問題 那一個地方是很髒的 怎知就是這樣 我也不知怎樣會惹到 其實田門真的很多 後來帶到神 叫佛祖 帶到很遠的地方 捉不到在手 捉不到 不是捉到 捉到他的手 然後立刻站在廚牆 好像上了自己的身上跳 你自己都感覺到跳 自己跳 停不到 後來真的不讓他動 師公上了身 不讓他動 才封了他 師公帶走他 帶走他 帶走他去哪裡 不知道 不知道他帶去哪裡 總之他又走了 對 除了這件事 有沒有見過其他類似的例子 其他類似的例子 是跟阿芬做的 兒子做的那件事 對方很兇 捉了他 捉了他之後 就怎樣 就跟佛祖說 這件事 官生大師說 這件事不能放 你交給我 交給他的時候 我去到窗口的時候 兩隻手是很大很大 一聲就拿走了這件事 直接很大力地 拔了兩隻手 兩件事 那種感覺是很厲害的 非常大的力量 其實我聽了上一集你們說 根本常不會理他什麼來歷 也不會問 沒有問那麼多 沒有問那麼多 最主要是看什麼鬼 一定要知道 什麼鬼的意思是 看看那隻鬼 有些是土地 有些是亡神 遊魂野鬼 或者是唐口 或者是家臣 這些你一定要知道 唐口是什麼 唐口 有些是其他人 即是其他人 即是經過法力的鬼 譚口 有法力加了別人 他會放過來 叫譚口 我們就叫譚口 亡靈就普通死了些 遊魂野鬼 加鬼是自己的 家臣 所以這些我們一定要清楚 要問清楚 問清楚 好像土地 很簡單 如果真是普通 或者捉了土地 是很嚴重的 怎樣嚴重呢 你有多少個都好 但是你所有的事情 都要經過土地 你說你捉了我一個 夠膽不放我 你不放我 我一把過來 這麼多土地 是不是 不是一個地方 就是一個地方 一請就有很多土地 周圍都有 就是土地是不凌惡的一個實力 就是有沒有見過 我上集說的一個紅色鬼 綠色鬼有沒有見過 綠色鬼 即俗語的攝青鬼 攝青鬼 那些有未見過 是做過紅衣女鬼 其他那些沒有嚴果身 我們真的不知道 是否是青鬼 我們不知道 但我捉到他才行 還有沒有紅色鬼捉過 還有沒有紅色鬼捉過 除了西環那次 沒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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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鬼呢 水鬼呢 是最有趣的 就是當那隻鬼一上了那個人的身 整個心都濕透了 寒 不是 簡直是水流出來的 流出來 就是你當它是寒 開冷氣 整個心都濕透了 是否真的 首先水鬼 是否真的在水裡面浸死 它一定會變成水鬼 還是不關事 不 都是在水浸死 但有些人說水鬼是否比較兇 是 為何他會說 真的會比較兇 水鬼 是在水裡 是挺兇的 水裡的東西都沒有 水裡面 是無色無唱 因為它不會在街邊撞鬼 是不同的 水這個物質 本身已經是地球最原先在這裏 水可以變成武器 武器是水來的 水變成魚 魚可以灑在你身上 不是 所以我們說船家 船道 我們釣魚 船道一定會插香 是 即是船 你有沒有釣魚 插香 才會釣到魚 不知道 即是插香他們才會出海去做事 因為我聽人說水鬼有勁很多 勁的 水鬼是勁的 即是你說我未見過 即是最近半年才知道 你第一次接觸水鬼是甚麼時候 即是第一次觸摸的時候 都二十年前 可否說一說的經歷 經歷是說 那個水鬼是外面的人 譬如找我們 當時找師傅和師兄一起去 我師兄說 我大師兄和我師傅說 糟糕 這是水鬼 找幾個 即是當時發生的那時 是夏天 那些山是乾的 但是你站在這裏的時候 多少寒都是 難不難搞些 如果師傅 那時也挺難搞 現在當然不難搞 以你的力量 不要緊 全身濕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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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男人 看到她是水鬼 有沒有特別的事 做和粥 和普通會否不同 他一定要有些事做 做的時候 我們那時也會做很多事 那時我師傅又會摘日子 找一些很長的粥 衣上粥 不是衣上粥 不是衣上粥 是在山上剪的粥 又寫了符 又要湯生雞 又要湯狗仔 為什麼要用狗仔 狗血 黑狗血 我們泰國拜就用豬頭 用豬頭 我們用豬頭 師傅說要實個好日子 日子好力量就強 然後呢 我們就拜神 請神就強一點 即是怎樣 今次是說 足足足八個小時 才從身體裡拿出來 八個小時裏面是做什麼儀式 開符給他喝 以及大家的力量 坐在這裏 連我們的密宗經 即逼他出來 逼他出來 然後師傅和大師兄 就在他的心上 逼他出來 做了八個小時 都蠻嚴重的 當中有沒有試過 念念一下 想拿不到 不得再念 有 有 我自己也試過 拿不到的感覺 拿不到的感覺是空氣 其實你扯到出來 是有吸力的 有吸力的 就是一件事 就像我們的法力 有一個瓶 如何在瓶裏面 拿到一件東西出來 是很有趣的 好像有一陣氣 扯到過來 你想學嗎 不想 不想 很接觸 接著 最後拿到水櫃之後 在手的感覺 會不會濕濕地 會的 會的 怎樣 濕濕 濕濕 會動的 好像放了一些東西 在裡面會動的 如果濕濕 會動的 是有種寒氣 一定有寒氣 不動的 感覺不動的 最後又是聊天 根據人家所說 那時候不是聊天 直接搞定它 直接搞定它 自己搞定它 自己搞定它 有很多東西會變 變成大家談好了 就算了 不要說要命 自己都會 有東西 一定有東西 有沒有試過 最猛的看到水櫃 最猛的水櫃 死了 死了 你覺得它死了 但是它五個小時 回到船上 沒有問題 怎樣 這個神奇 可以告訴你 它就是 那隻水櫃上去的衣服 落了水 找不到它 五個小時 上來 爬回到船上 一樣可以 走 那為什麼水櫃不搞死它 如果 我看新聞 或者看其他人 那些 鬼吻腳也好 上身也好 它搞得下水就弄死你 它搞得下水 叫你變潛水員 五個小時後 然後放回上來 這件事 真的不知道它為甚麼 當然那時候 真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做了之後 自己都覺得奇怪 為什麼會落到水裡 幾個小時回到來 沒有事這樣去 但有時候真的有些事情 解釋不到 解釋不到 那怎麼出去走 後來我找了幾個師傅 我有找茅山師傅 又找我這個師傅 另外那些大師兄 幾個一起 加起來 好像在一隻船那裏 幫他搞清理 那時候我們真的很害怕 有些都不記得了 我大師兄說 放了七枝香上去 放了六枝蘭 看著這枝香 如果再關掉的話 我們來跳海 怎樣怎樣 這樣要跳海 為師傅 不能夠 七枝香 七枝香裡面 香怎樣就不會關掉 有風吹也不會關掉 最多一枝 就是燒到它沒有 有時候它不會關掉 有時候它不會關掉 有時候有些力 是專門不受 就是不受 不給你 不給你 不受 不受 香門不談 對 拼了 只有一枝蘭 看著這枝香再關掉 我們一起一起跳海 為何一定要跳海 因為我們的法力不夠 它來 要離開那個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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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了海 還不去 那時候那隻不是水軌 那隻不是水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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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另一隻 有些東西是自己也解釋不到 對 跟師傅師兄說 師傅說 聽著 我真的關掉六枝 只有一招 最後一枝是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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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給面子 你們都沒事 一幾個都沒事 捉不到 捉不到 後來不知 做了一場法事 才沒有 那個人 聽了三節 現在是三節 最猛的這個 七枝香出不到 那個人是甚麼人 水上人 中國人 舞伎 水上人 是水上人 水上人 在船上海 船上海 艇來 船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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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便很害怕 當然 他不能出海 他生意 他生意 他也說 要找我們 一人搭一人 只要搭到我們 他就不想整班人去 他真的認識了六枝 通常我們可能會在七枝 天地人就到了 關掉了一瓶,那瓶香真的不關掉 即是不用跳海 捉不到 捉不到 捉不到,那時真的捉不到 後來那時是二十多年前 即是很小 現在可以嗎?現在不怕 現在不怕 所以有時有很多這種經歷 你說是否恐怖 即是不會變通是這樣的意思 是,你不會說得到 是吧? 是吧? 師傅教的 不會變通 你不要拿著一支箭就是一支箭 拿著一支杯就當成一支杯 你可否用那支杯 可以變一支機關槍呢? 你自己怎樣想 你怎樣去運用這件事 阿芬有否一些特別的經歷 有否聽過 例如長洲有否有特別的傳聞 或是你自己有否有朋友 拿過那些金的東西 你突然問我 你不是上次說 在咪前吃煙的時候 你不是說過 有一件事 找過阿龍幫手嗎? 我搬出席的時候 我是早兩年幾次 我發現老公不對勞 後來我問我身邊的朋友 我朋友認識這些東西 他說不對勞 立即找師傅 當時找了一個… 其實甚麼宗教也曾經找過 佛家也曾經找過 你老公不對勞還是你不對勞? 我老公不對勞 然後呢? 後來發覺一些東西 查到真的有事 那段時間我已經推走了 叫他離開房子 你老公不對勞 對 我老公 後來發覺我兒子每晚被東西摘 因為我經常有感應的人 覺得不對勞 我便開始找師傅 我朋友叫他快點找師傅 找了泰國那班 幫我解釋一次 不是我嗎? 不是你 聽到中了降頭 是嗎? 是 你兒子經常是甚麼? 因為我兒子 保護後很快 有時發覺我兒子不對勞 立即找師傅問 知道後果原來是供我兒子 我立即找泰國師傅幫我解釋 想要解釋一次 沒問題 誰知多了半年 家裏又不對勞 又窄兒子 又不停窄 總是來 即是回浸 我便懷疑會否是第二浸 我朋友帶我去Edmond求助 後來認識了阿龍 師傅幫我做了阿賺 發覺那次我中了之後 運氣的磁場是低了 給我的冤親債意回來 再搞我的小孩 後來阿賺就幫我搞定了 好 隔多一段時間之後 基本上可能我運不低 所以我先生那些 甚麼祖先物 都過來找我 有感應的 就過來找我 很麻煩 後來再過了一段時間 八月左右 到十一月左右 我發現我兒子又來 我不對勞 找阿賺做 阿賺未來香港 我想想不對勞 不如我找法科來搞 機緣巧合找周師傅做 我未問周師傅 想問問你 如果 你先說 你老公親戚的先人 你兒子 不就是他 你們的子孫 他不理 其實祖先不一定是保佑你的 如果你給不夠東西 祂是假裝你的 不要想祖先一定是疼你的 早先不知誰是姨媽姑爹 都是早先 對 可能不認識大家 有時他問你拿東西 他給不到訊息 你收到 但他又看你給不到 他不停地搞你 我試過 不是搞我 其實叫他提示你 不是搞我 不是搞不搞 後來找到周師傅 周師傅上來 我說我告訴別人 人家都不送 是否當我傻 後來周師傅一檢查 是呀 你有事 幸好周師傅上來 隨便幫我教 那件事是怎樣 那件事 你講吧 你講吧 我講吧 你聽得懂 我聽得懂 後來上來搞 後來發覺 原來我兒子有三個 簽了進去 扯了三個出來 基本上家裡有幾個 後來做了清風屋之後 他告訴我 他說暫時你不可以趕著 不要提不要說 我說可以 這樣 很久我再說 戒督過來 又來過 我說做甚麼 又來過 他最高峰是 每晚三點入日如是過來 去扎我兒子 搞得我長期失眠了 可以這樣說 你講這個兒子有多大 我兒子今年是DSE 十七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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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他就 你搞得沒有精神 因為他中六這段時間 特別是讀書 拼命 拼命 拼命時間 你三點多閘 閘到四五點都睡不到 翌日七點要上學 你不瘋我都瘋 又要搞我老公弄我 我要搞你 那有甚麼事情會搞到 你不斷回來 如果是早先 早孫又弄了 解釋不到 我真的不知道 後來周師傅過來說 其實沒有了 他們難聽些話 不知為何 不斷攻你 後來搞完之後 隔了一個多月 又有一堂東西過來 我立即叫師傅 師傅真的不對我 我說三點來 閘了七次 三個半 三點半 七次又誇張 七次 那頭閘 那頭叫醒 那頭閘又叫醒 然後他告訴我 扯手扯腳 一路扯他家裡的東西 扯他身內的東西 因為師傅下了符給他 後來我兒子就說 紮醒之下 看到隔壁有一個大黑影 在那裡站在旁邊 基本上那兩年多 我聲音就聽過笑 黑影在我家裡 你聽過甚麼聲音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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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離譜到他 黑影在家裡飛來飛去 臭味又齊 但為何腳無法摘到你 我本身從小到大 總之不知為何 你兒子會比較容易 我兒子可能是小小 通常他曾經被人下降 搞過的時候 最容易惹到這些東西 始終有一陣氣味 會引到你 後來第二次我便不行 我亦都不想浪費時間 在身上下大褲 下大褲之後 那些東西聽到一些聲音 但你也說過 你兒子說過 突然彈出去了 是 紮過來 真的整個噗一聲出來 即是衝過來 一聲彈出去了 我的符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 那是叫自飄不自本 現在又沒有東西了 現在又沒有東西了 即是他埋不到來 他自己會離開 還不讓他埋到身 讓他的運動自己上班 還可以應付到這次考試 其實我一直說 會不會他壓力大 就是他讀書 不是的 不關事 不是的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真的印行發黑 是的 即是日落所夜的 他那個額頭 真是灰暗 以前你覺得他壓力大 現在是在考試 那時候是在練功 現在是沒有了 現在是耍功 現在是靚仔了 靚仔了 總之落那道符 就清掉所有東西了 要他自己戒掉 那你說那些東西走火 那意思是甚麼 即是那些東西搞完 我想他那邊女家找東西 搞到走火入網 即是玩到沒東西玩 即搞完 他不放棄 再找別人來 我明白了 即是他靈環不靈 搞完又回家又搞 即是找你幫拖 你搞不到 不夠了 搞不定 再找別人來 即是他的意思 找到別人來 幸好你又認識 緣分是認識到一些人 否則搞到 即是連半載分鐘都跳了 這些 幸好我就是習慣了 真的會 我又有感覺 習慣了 所以沒那麼害怕 那次我問他 你為何要找到我 即是可能是一個緣分 對 他有緣分到 否則到時清不到 睡不到覺 他就有病 沒有命 要是有病 是說明 搞到我兒子 即是不打劑 不是一個師傅說 其他那些是泰國師傅 是要他拿他的命 好 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在第二節再問 周師傅有沒有其他恐怖 或特別我們未聽過的經歷 我們休息一會 好 好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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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